大家記不記得 一個月兩個月我每天講便當的時候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這個利潤升超少的 這個豬肉一直在漲 真的漲到五法五天 他已經漲三四波了 就是短短的幾個月時間他就這樣 三級跳 原本我賣220的價格 現在確定 我現在賭定跟大家講 如果現在在於我那個便當 長這樣子的便當 沒有辦法賣220 現在可能要賣到250 甚至260 所以我會不會開便當店 不要說便當店啦 餐飲餐飲餐飲好不好 長餐飲 因為 我會賣吃的賣喝的 想我真的想 我已經燒了10個月11個月了 我到現在店在哪裡 店沒開 那我想不想 我想不想做 我真的很想做 可是我真的跟大家講 原本我賣220的價格 現在確定 我現在賭定跟大家講 如果現在在於我那個便當 長這樣子的便當 沒有辦法賣220 現在可能要賣到250 甚至260 那便當便小笨 可能就可以降到180 180 180 190 就把它縮小 因為我跟大家講 最近的原物料 還有最近的 豬肉 雞蛋 東西都在飄 那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如果之前大家有買到220的 那真的是賺到 吃一個 賺一個 好不好 吃一個 賺一個 那現在 你說我要再去賣 我沒有辦法賣這個價錢 因為豬肉已經從我剛開始接觸的 140 市場啦市場啦 到現在的 180幾塊 那廠商是說預估會到200多塊 政府現在趕緊的說要去進口 進口冷凍豬肉 可是 館長跟大家講 我用的豬肉 就一定要得是 不行 那個冷凍豬肉我沒有辦法用 我要用冷凍的也要用台灣的 我不能我只能用那種沙下來 冰一下可以 我不能用那種冰太久 因為我的脆皮燒肉冰太久之後不能烤 那烤下去烤不起來 烤下去烤不起來 對 對 就跟大家講說 就不是烤不起來 吃起來味道就沒有 就不是我們原本做的味道 大家記不記得 一個月兩個月我每天講便當的時候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這個利潤生超少 這個豬肉一直在漲 然後到這個月真的又漲了 真的漲到無法 他已經漲三四波了 就是短短的幾個月時間 他就這樣 餐幾跳 沒辦法整體都往上跑啊 蛋也貴肉也貴 可是 可是問題來了啊 你賣貴沒有人敢買啊 那這樣子就互相折磨啊 對不對 大家互相折磨嘛 你賣貴我不買啊 生意做不起來啊 你賣便宜你會倒啊 所以現在做生意的人就是卡在這裡啊 你問聊天室的啊 他們有人做小生意了 怎麼辦 自己吸收啊